享益支持 讓這個校委會能夠成立起來 那我想對於未來來說 我認為一定會越來越多 因為有的人不知道 那知道了以後呢 就會把這個消息傳播出去 特別是現在的這個社群啊 郵遊書啊 這些軟體非常的發達 那一旦有訊息出去 很多就會知道 那今年呢 又很特別 你看喔 今年成立大會的時候 最資深的校友 跟最年輕的校友 差 超過一甲子 我們可以 對啊 而且是同一所學校畢業的喔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對啊 六十幾年前畢業 跟才剛畢業沒有多久 能夠在外國的 在美國的一個空間 然後一起聚會 對不對 我又有機會能夠來 你不覺得這很神奇嗎 對我來講 真的不可失業 很神奇啊 那我希望大家珍惜這個成立大會的這個 這個議員 也希望大家未來能夠多聯絡 那對學校來說 對建中來說 我們也都一直努力的希望把這個部分給做起來 那台北的校友會也一直往外再擴大 那我們也希望在美國這邊的幾個校友會 那明天的傍晚 我就要再去大華府的校友會 先去大華府 然後接下來到紐約 然後再從 禮拜六再從紐約回台北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說 當然是昨天還是前天 對 碰到一位 就是從波士頓來的 他說你沒有要來我那裡啊 所以他說他那邊也有將近一百位 他說好 那他留資料給我 我說如果明年過程有機會來 一定要 一定會去 我想把我們校友的這個力量給他凝聚起來 我覺得這是 我認為當一個建中老師有機會的時候 我願意做我的事情 再次的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謝謝